警察正想办法处理困在风雪中的卡车 结冰的路面让它滑倒好几次 没人想得到现在四月中了 竟然还要面对这有如二月中寒冬的天气 美国中西部共十二个州受到第二波炸弹气旋影响 笼罩在暴风雪中 明尼苏达州在当地时间周四宣布紧急状态 避免出现更多交通事故 连接南北达克他州 明尼苏达州到科罗拉多州三个地方的道路 大多数也都关闭 空中交通也停摆 取消超过800架搬机 炸弹气旋带来的影响也往东延伸 从科罗拉多州到密西根州 因为大雪和强风不断吹坏电缆 到当地时间周四还有快要五万户停电 这波风暴威力持续到周五后会减弱 之后一路往东北方移动出海 行进路线上包括内布拉斯加州 和爱荷华州等地区 还在修复上次气旋带来的损害 现在也要再度准备防灾 大海新闻郑于轩编译